大家好,不好意思,現在才拍影片 我們現在是Margis的第三課 相信大家剛剛考完UT很久 如果你發現自己穩算不夠的話 就請你多點心機 因為B.Olivore真的靠勤力有很多幫助 我們現在就開始了 今天我主要會講回Food Test 還有第四課Enzyme 我相信你們B.O.應該考完UT之後 還是先教第二課 但第二課的東西比較實質 不需要太多說 我免得浪費你的時間看影片 雖然我現在轉了做拍影片上課 但你有什麼問題也可以隨時問我 還有我也是會出一份練習的在考試之前 這次我會出早一點 希望大家也會做 好,那我們現在就先講回Food Test Go 現在就先講回Food Test Go 那你到時會把Test Tube 放進一個很巨型的... 又不是很巨型的... 一個Water Bluff裡面 然後你要煲5分鐘 然後看看裡面的Solution 會不會出到一個Brick Red的Precipitate 那你的Solution要加些什麼 大概就是Ecalfolium 大概就是Ecalfolium 和Food Sample的Liquid 記住兩個是要一樣Folium 例如兩個都是5cm 如果它有Reducing Sugar 那你就會出到一個Brick Red的Precipitate 那其實Reducing Sugar 它的基本是 所有的Monosecara和Jitecara 除了Sucrose 所以記住 Sucrose並不是一個Reducing Sugar 考試了 經常會連繫相關的概念 OK 下一個就是Stars的Test 大家都知道是RDN的 因為IS也學過 那最重要是什麼呢 大家都知道會是Brown to Blue Black 但是你回答的時候 記住要回答兩個顏色 即是你要有Original的Color 和最後的Color 不是的話 其實它是有權扣了你的分 那你明明知道很不值 那你明明知道 但是有答錯的話很不值 那其實Chemistry 也是這樣的 總之Color Change 你就要寫完它本身和 實驗員出來的結果 OK 下一個就是 Lipids Grease Spot Test 你就是要把一滴的Foot Sample 滴進Filter Paper 然後再把Filter Paper 滴進這個 有機溶劑劑 譬如這個Ethanol 那為什麼呢 為什麼這樣出來之後 那個Spot會不見了 其實就是因為 這個Lipids就是 會滴在這個 Organic Solvence裡面 所以如果它浸完之後 那個Spot是不見了 代表它滴了 那你就可以得出一個推論 它是一個Lipids 然後至於這個Vitamin C 那你記住呢 就是要把Foot Sample 加進去DCPIP Solution 那裡 然後呢 DCPIP Solution 本身是藍色的 本身是藍色的 然後呢 它就會Decolorize 那關於Foot Test呢 其實也有些 Tractice想大家做一下 那我就不會全部 和大家做完 那我就會做兩條 大概 好 那這個呢 就是叫你Describe Foot Test 就是 去證明這個火腿裡面 是有些Lipids在這裡的 那呢 剛才我和大家說過 Grease Spot Test 其實就是把Liquid 加進去 那個 滴一滴 進去 那個Foot Paper 那裡 但是呢 你看不看到現在是HAM 那就是一個Solid 那你會怎樣做呢 嗯 如果你想自己想想想 的話呢 你就可以Pause一Pause這條片 那我現在馬上講答案了 那你看到這題就三分 那你要分三個Step 那第一件事呢 記住如果是Solid的話 你要幫他做一個Grease Spot Test的話 那你首先就是要 rub the piece of ham against the filter paper 那大概呢 其實對著所有Solid 你都可以這樣做的 那你記住 如果是Liquid的話 就滴一滴 下去那個Foot Paper 那裡 那如果是這個Solid的話 你就可以rub against the filter paper 那就會流了些油在上面 然後就會有個 我這裡大概寫 下面有個詳細的Solution 我這裡純粹給大家一個 大概的Picture 就是大家 那這裡就有一個Translucent Spot 然後呢 之後就會 然後會融化 融化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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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如果它是一個液體 這支蜜其實是有很多油在裡面 那這個位置就會出現 好 那大概就是這樣 那現在呢 下面有幾題MCP 例如第2、第3、第4題 我也是希望大家自己會做 那我上完課之後 我會 傳這個PowerPoint出來 那你們可以自己溫習 那我主要是想說這個第5題 那其實呢 就是我上年的Final Exam的MC 其中一題來的 那我覺得挺有趣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題題目大概是說什麼呢 那首先 那首先 有一個Setup在這裡 上面是Fruit Juice 下面是DCPIP Solution 那我剛才說的 就是把 相片加進去DCPIP 那它現在就有4種 4種的Fruit Juice 那它就是分別要加2滴 才可以令它 就是要DCPIP 這個Y就是要4滴 而Z就是要6滴 OK 那呢 它的問題是問什麼 那你看到W和X 是等於 它兩個需要Drop 那它下面呢 就是問 你對這個Setup可以做些什麼轉變 才令到它的results 更加分別 那就是怎樣 其實就是分得開一點 那其實就是 凡是Differentiated 就是令到 嗯 那個Data更加Distinct 那你的實驗都會準一點 那通常呢 我做這些MC 就會有個 少許的技巧 那我就會排除了 一定沒有可能的 Option先 那你看到4個 那我給你1分鐘時間 你想一下 究竟你會排除了哪些答案先 那你自己點個Pause 那你自己點個Pause 那你可以直接做出來 再聽我講一下也可以的 那呢 如果是我的話呢 我一定會排除了D 為什麼呢 它就說 Use a test tube instead of a beaker Test tube和 beaker的形狀 的確是很不同的 但是呢 你想一下 它對那個Solution有什麼影響呢 除了Water Level高了之外 對它的Volium和Concentration 都是完全沒有影響的 對不對 那就不用管了 OK 然後呢 我下一個會排除的是什麼 就會是B了 為什麼呢 這裏就說 Use a larger volume of fruit juice sample 那 larger volume 就是上面的V增加 那有什麼幫助呢 其實沒有的 因為呢 你的Volium增加了 不代表你的Concentration增加了 那當你只有Volum增加 那你純粹要上面多些儲存量而已 但是你加下去 它跟下面的Volium 就是你照樣會得出一同的結果 那有什麼分別呢 因為它上面的Volium的Concentration一樣 那它一樣都是 比如W 就是兩滴 讓DCPIP去Decolorize 好 那我們現在剩下 A和C 那A呢 其實我都會排除它 為什麼呢 因為呢 你這個 smaller volume 和我剛才說的一樣 都是對那個Concentration沒有影響 那如果那個Concentration沒有影響 那都是一樣 我想都是差不多兩滴 兩滴、四滴、六滴 這樣就可以令它Decolorize 那為什麼C會是答案呢 你想想吧 如果我下面的DCPIP solution 那個Concentration是高了的話 那當它高了的時候呢 那是不是要多些Drop 才可以令它Decolorize 那W和X 除非它兩樣東西 是一模一樣 全部的chemical Concentration 和Concentration 全部一樣的 不是的話 其實 是會有一個Semi的Difference 例如這個會是3 這個會變成4 這樣 因為當我Concentration 高了 即是代表要多些滴數的 Fruitry 才可以令它Decolorize 那當它 需要Drop的數量越大 那麼Data會Defensiate的機會 都是越來越大 OK 那如果你對這部分有什麼問題 可以問我 那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現在就去 下一課 第四課 Enzyme 那這裡是Solution 你可以自己參考一下 OK 第四課 這課就叫Enzyme 大概就是 那你首先要知道 那是什麼 例如就是這個Metabolism 那它中文名 大家都很熟悉 新陳代謝 那它Metabolism 就分了兩種部分 一個就是叫Catabolism 一個就是叫Anabolism 那呢 這個就是死背 Anabolism 記住就是Building up Reactions in Organisms Catabolism 就是Breaking down 那有什麼例子 譬如這個Photosynthesis 就是Building up 那為什麼 因為呢 你是由這個Carbon Dioxide 和Water 再加上一些Sunlight 和Energy 那些會形成了 Glucose molecules 那你是不是代表 Build up了這個Glucose molecules 那它有相反Respiration 那就是一個Catabolism的例子 因為當你Respiration的時候 然後呢 那就是代表你身體裡面的Glucose 就是會Break down 去Release Energy 那就是Breaking down Reaction 那就是叫做Catabolism 那下一部分 什麼叫Enzymes 有沒有人可以回答我呢 或者你自己本身知道 那其實呢 它就是我們身體裡面的一些 Biological Catalyst 那其實有什麼幫助 為什麼叫做Biological Catalyst呢 就是可以幫助我們身體裡面的 Biological Reaction去加快 因為呢 為什麼呢 因為它增加一個Activation Energy 什麼叫Activation Energy 就是譬如 你本身是需要某個Amount的能量 才可以令到一個Reaction發生的 那這些Enzymes呢 就是可以幫助你去減少這個 本身需要的Energy 就可以開始到一個Reaction 那就是代表它可以更快 那就是可以快一點發生 不用拖太久 那這裡有幾有趣的例子 那你有沒有看到這個是Reaction 那你推到它過了山 才可以令到它的Product發生 就是過了一個山呢 那這個Enzymes的作用呢 就是幫你移平了山一點 那你需要少一點的Activation Energy 那已經可以幫助你做到一個Product出來啦 那現在說到這個Enzymes實際上是怎樣運作的了 那首先你有一個Substrate就是它本身有一個類似 就是譬如 找個什麼例子好呢 就是譬如上面這個Photosynthesis 那譬如它有這個Carbondylsat 是一個Substrate 那它就會跟Enzymes去形成一塊 那Enzymes上面就是會有一個Active Site 那Active Site就是跟Substrate是完全是完美吻合的 那加起來就會有這個Enzymesubstrate Complex 是這個東西 記得這個學名 就是這個東西 令到那個Active Energy去變低了 OK 然後呢 它在這個Enzymesubstrate Complex的形態裡面 它就會自己形成一些Product出來 然後它就會分開成三個東西 你看到嗎 其實在這裡你會看到 是一個Cycle來的 那代表什麼呢 這個Enzymes呢 它是reusable的 不是用一次就丟掉的 那記住了 這個Enzymes呢 它的Active Site的形狀就是specific的 那代表什麼呢 就是它只會跟一種Substrate 去混合 就是它很專一的 不會去 接受其他不同形狀的Substrate 它只是會接受一種而已 OK 那你見不見到這裡是 就是 這個Product 是本身一塊 變成兩塊 那這個其實是一個Catabolic 還是Anabolic的 reaction呢 那你見到這裡 它是一塊變兩塊 那就是Breaking Down Breaking Down是什麼呢 3 2 1 對了 它就是一個Catabolic的reaction OK 然後呢 這個Properties of Enzymes呢 就是考試經常會考的 例如4分 它是可以直接4分 達出來 叫你背好那些Properties of Enzymes出來的 OK 那這個它是一個Biological Catalyst 剛才說了 然後Actions are Specific 我也說了 那這樣呢 其實你如果想一個形象化一點點的解釋 就是一個Lock and Key Hypothesis 那怎麼解釋呢 例如一個Lock 你只有一個Key可以插進去而已 沒有第二個鎖匙可以插進去 你不要跟我說那些什麼萬能鎖匙 在Enzymes界是不存在的 OK 那如果呢 是第二個 第二個鎖匙 它想和Enzymes混合 但其實是混合不到的 因為它不能配合去Active Site 這樣就會 沒有反應 所以一定要 能配合去Active Site 才可以做反應 OK 然後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這個Enzymes 其實是一種Proteins 酸鹼度是有什麼特質? 其實就是它的結構很容易給一些極端的pH值 例如酸鹼度和溫度影響 然後逢是很高的溫度或者極端的pH 例如pH2很酸,pH13很極簡 它就會滑掉,滑掉就代表它的東西爛了 它是復原不了的,記住它滑掉了就不能回頭 爛了就是爛了 然後這個Enzyms是reusable,為什麼? 因為它是unchange的 如果它在reaction中間沒有變質或者形狀 當然可以繼續使用 還有一個特質就是它們只需要一個很少的分量 因為當它是reusable的時候,你的身體是不需要不斷補充一些Enzyms 好,今天大概就是這樣 我下次會講完第四課,然後再跟大家做一些練習 你可能看到影片只有20分鐘左右 我相信加上大家做練習的時間差不多半小時 那我也不想大家要看同一條影片太久 那我很快就會出了第四課剩下的影片 那大概就是這樣 你有什麼問題記得可以隨時在WhatsApp群問我 我也沒問題的,OK?謝謝,拜拜 拜拜